Hello 我是哲瑞教練 今天我將來跟你們分享 就用一分鐘的時間戰勝台北馬吧 首先呢是賽前前一天的準備 希望前一天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把你的所有裝備 都先整裝待發的放在床旁邊 清點一下所有的衣服準備好了沒 號碼不可以先別到衣服上 鞋子晶片先掛好 比賽隔天你可以馬上穿完衣服就直接出門 比賽當天的早餐呢 建議你可以吃一下習慣的東西 吃習慣的東西是避免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一些不適應的情況產生 到現場之後呢要掌握一下時間 因為你要進行暖身還有記錄的動作 那記得這些動作都完成之後要進入到分區哦 至於配速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前15公里的時候先保持放鬆 而且在保守的情況下先完成前15公里 在這個時候你身體應該不會感覺到太累的狀況才對 那15到25公里之間請你用穩定的配速來完成 那25公里之後才是接近你剩下一半的距離 25公里到35公里之間呢 希望你可以用穩定的情況來保持現在的配速 這個時候可能會開始出現疲勞 抽筋這些情況出現 記得要穩定保守 35公里之後才是突破成績的開始 嘴正補給的方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前一天先把你當天要吃的一些研定補給品 先把它裝在你的補給袋裡面 當天可以按照順便拿出來不會很慌亂的吃它 既然你的補給品都要在水站前把它使用完畢 進入水站漱完口直接出去不拖泥帶水 就預祝大家都在台北馬當天可以順利的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績啦 我們台北馬見 掰掰